很多公司在新元工入职的时候 都会安排一个活动 叫做拓展训练 其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项目 叫背摔 就是在一个高台之上 一个人站直了 下面有十个人 手拉着手 这高台上这个人 直直的背往后要摔 底下人接着 据说这一个训练项目 可以训练人们之间的信任感 训练人们之间的合作精神和责任感 不过对于站到台上 要往下摔的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挺大的心理挑战 万一底下的人接不住 这一个摔可是摔得很惨 很结实 因此你会看到 任何一个信任 他都是要面临巨大风险的 你信任了该信任的人 就能创造人生的精彩 可是一旦你信任了 不该信任的人 就可能遇到生活的灾难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研究研究 北京大明府的首富 玉其林卢俊逸 他的信任 这个卢俊逸在身边人的管理当中 他犯了糊涂 轻信了不该信任的小人 结果他的生活和事业 都陷入了巨大灾难之中 而且一度他自己差一点身手益处 那我们来讲解这个事 上一回正说到 卢俊逸要单挑梁山坡 结果在水上碰到了浪里白跳张顺 张顺一翻船 把船就扣在了水上 卢俊逸落水 张顺上去一把抱住卢俊逸 就把我们这位卢员外 从水里边给捞出来了 英俊潇洒的卢员外 现在是一只落汤鸡 岸上边有两三百个小楼落 一轰而上 就要把卢俊逸神捆缩绑 关键是个 神行太保代宗 来传宋江的将令 说不能绑 山道上就来了八个小楼落 抬着一城八台大轿 人家都准备好了 众人就簇拥卢俊逸 就上了这顶轿子 那边就音乐一起 古月轩天 就像抬新娘子一样 就把卢俊逸抬上山去了 卢俊逸心中好生纳闷 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抬头望前面看呢 前边有二十多盏红灯开路 左右一分 宋江无用 公孙盛临冲 带着梁山这一般头领 在前面笑脸相迎 宋江那态度真好 见卢俊逸下轿 宋江一聊衣服 扑通就跪下了 说久仰 卢元外大名 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一见宋江跪下了 那无用以下 梁山英雄 啪啦啪啦 跪成三排 卢俊逸手足无措 不免一聊衣服 扑通也跪下了 说小可冒犯山寨 今日愿引静受禄 你给我一死吧 宋江笑呵呵的说 卢元外言过了 就请上山 这一帮人就簇拥着卢俊逸 就上了梁山 来到忠义堂前 宋江二次又跪下了 这一次 宋江说出一段 让卢俊逸 倍感惊讶的话 宋江说呀 久仰英雄大名 就请你为山寨之主 我等愿在 卢元外手下 共图大事 卢俊逸很惊讶 说我单挑梁山 而且刚刚还在 辱骂宋江 卢俊逸赶紧的 推让 说不行不行 死我也不能 做这山寨之主 旁边无用来帮枪 说这事以后再意 来呀 先给卢元外 押精 这边准备了 丰盛的酒席 卢俊逸真饿了呀 风卷残云一吃 吃饱喝足了 小喽喽扶着卢俊逸 到后厅去休息 结果呢 从这一天开始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宋江请完 无用请 无用请完 公孙圣请 公孙圣请完 林冲请 这上厅之上 几十个头领 轮流请卢俊逸吃饭 每日都是 酒里来宴里去 卢俊逸就有点不耐烦 他跟宋江表态 说我出了 已经有许多十日了 家里边确实 有点不放心 无用就有建议 说不如啊 把李固 李都管 以及手下这些从人们 都打发回家去 顺路报个平安也好 历时呢 就把李固他们这些人 都叫上厅堂来 无用笑呵呵的说 而卢元外在山寨之上 看看风景 聊聊天 喝喝酒 盘缓几日 你们就先走吧 当场就把这些人 都打发走了 见众人散去 无用回头跟卢元外说 卢元外你且慢隐 我去送送这些人 怕下山的时候 小喽啰误会 万一出点纠纷就不好了 卢俊逸说 可以 军师想得周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